OK,好的,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介绍描述性统计常用的分析指标 现在就像上一节所说,我们每个都算一遍,太麻烦了,非常麻烦 没有关系,我懂了有个好处,它有一个节点,叫做数据审核节点 可以帮助我们一键就把这些指标给算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操作,那大家可以打开就是说随书所附送的这么一个第四章 第四章的这么一个基本统计描述分析这么一个stream,打开它 那我们接下来重新的一个操作一下 那本分数据呢,我们主要是研究这个电信的行业这么一个客户数据 那这份数据呢,是一个一下子的保存格式的数据 所以我们来怎么做,我们找到ECL源节点,读取这个数据进来 找到ECL源节点,读取这个数据进来 我们只评论物件,电信行业客户数据 OK,那我们先预览一下,习惯性的,数据读取进来 我们先预览一下 OK,数据像这个样子,好的 那养成好习惯,数据读取进来之后,要么就直接在这里 类型节点这里,设定我们的角色 要不呢,我们就接入一个类型节点 我们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实力化的一个操作 读取值 然后呢,读取值之后呢,我们还是得根据我们实际的一个业务需要 设置一下角色,好像像ID这个字段 它就不是一个输入啊,是一个进入标识 那事实上呢,对于这份数据来说 我们更关心这个客户的流失情况 那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客户流失这个情况设成目标 诶,很奇怪,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是建模型 为什么要把这里设成目标呢 而事实上,这一个目标之端 对数据审核也是有用的 对我们计算,刚刚所说的那些描述性图计指标 是有用的,真的是有用的 OK,那刚刚我们说啊 就是说,我们假如要生成这些指标 每个这样的生成,莫懂的单人也可以做啊 但是呢,我们莫懂的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节点 叫数据审核节点 就是说,他会输出一份就是说数据基本的探索性的报告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么一个节点进行操作 找到输出,我们找到这个数据审核节点 算机添加进去 好,我们接下来打开这么一个数据审核节点 那正常来说呢 假如啊,我们在类型节点以后设计好角色之后 这也就用缺审就OK了 他会利用类型节点的设置把它读进来 完成这个报告 然后为了全部显示呢 我们这里可以显示高级统计量 你选择计算中位数和重数 那这有几个,就好像是图形呢 就是否馈制图形 那基本统计量就像中位数啊 平均值啊,标准差就基本统计量 高级统计量呢,现在就是那个偏度,偏度系数的标准差 分度系数的标准差以及分度系数这些就属于高级统计量 那我们全部选中之后呢,点击运行 OK 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也没做什么操作 直接出完这么一个报告 看到没有 就是说看到第一个审核报告 资源报告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说 我们先看到审核报告,看到没有 就是说每一个指标 每一个指标,它都会算它最小值,最大值,合计范围 范围就是我们那个最大值减,最小值啊 就那个几差,平均值,平均值,标准差,标准差,方差等等 大家注意一个地方,就是说这里是偏度 后面有个,这什么东西 TVG,很干,DISP,很干,TAP.GIF范围 这什么东西 诶,事实上呢,可能是由于某种里面了 有一个翻译的一个小错误 这个其实是什么 偏度系数的标准差 记住啊,偏度系数标准差 同样的,这里有个预用范围 这个名字好奇怪 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改造这个名字 事实上是什么 分度系数标准差 那我们怎样判断 它那个是否服装分裁分布 就是说我们假如要做那个简易怎么办 诶,你这个文艺ID文艺啊 负1.2除以0.155 跌多少 大概是8左右吧 那大概是负8吧 应该是负8 诶,绝对值是不是大于2 诶,绝对值大于2啊 那我们就认为它不是服从一个正态分布了 诶,我们看这个数据形态 一看你不太现实一个正态分布了 那所以假如大家要利用这么一个数据来判定它是否服从一个正态分布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偏度系数区域 偏度系数比较很差 分度系数区域分度系数比较很差 OK 这里有中位数 中数 唯一值 唯一值是对于这个分类变量来说啊 就是说它有多少个 然后有效值 就是说它的真实 这个真实质 非控制这么一个数量有效值 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数据审核报告 基本上就把我们刚刚所有东西给生成了 是不是 OK 我们再看到这里 就是说这一个分类 就是说它会馈制图形 那馈制图形 这个图形长怎么样 我们随便找一个看一下 入网时长吧 按地上 先就是用的是入网时长 找一下入网时长 这个资本来找到 双击 那双击桌子呢 就会显示这么一个图形 那显示这个图形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分好 根据这个客户是否流失 分成不同颜色 那客户是流失呢 就红色 不流失呢 是蓝色 那事实上呢 从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就是说 这客户啊 入网时长越长的这些客户啊 它流失的可能性就越短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说 假如它用户刚入网 它其实流失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那随着这个用户入网时长越来越长 它的流失的概率就会越来越低 从这个图来反映了 那后面呢 我们也会研究一下 就是说 那是否 不同这个流失组合非流失的客户 它的这个入网时长 是否有这个显著差异 我们会在下一节课 给大家前期探讨 那回到这里来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在数据审核节点里面 直接就根据这个客户 是否流失 跟我们分了 分了类别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分类之段 哎 它也分了类别 发现没有 就是说 这客户啊 他结婚和不结婚 他的困境状况和他流失 非流失 他也是换了这么一个图形出来 哎 为什么会有这个设置 为什么是客户流失 而不是其他指标呢 哎 大家想起来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在类型节点里面 把客户流失设成了目标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改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对客户分组 把客户分组设成一个目标 那会怎么样呢 哎 看到没有 就是说 他会把这个客户分组分成不同的类别 看到没有 哎 看到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用网时长 看到了 就是说 哎 不同的用网时长对应不同的客户 好像单啊 看上去好像这类别区分度不是很大 好像不同的用网时长 他用这个电子服务 基本服务 政治服务 全套服务 好像都没差 特别多 那反倒是单啊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结论 就是说看到没有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基本服务 入网时长越长的客户啊 基本上他都杂七杂八 用了更加多服务啊 基本服务 只用基本服务的是很少的 但是呢 在入网时长很短里面啊 只用基本服务的客户数量还是蛮多 占了一半以上啊 那其实这也是 这也是个结论呢 但是好像其他就分别 好像不是特别大 有一些差异 但最明显就是这个基本服务 OK 那呃 我们刚刚说用了分类指标 那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假如用连续行连续行的指标 作为一个呃 目标边会怎么样啊 哎 再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改成输入 那我们就把那个入网时长把它改成目标 哎 连续行的变量会怎么样呢 好的看到没有 哎图形就改了 换成什么 闪点图 换成一个闪点图 我们看一下随便点开一个图形 看看哎 我们已经换成了一个闪点图了 哎 看到没有 就是说摸动了里面啊 实际上呢 会根据这么一个呃 我们选择的一个 自断的角色 它会自动的改变我们这个数据审核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嘛 就是说还是蛮智能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根据我们需要它会自动生成 OK 那另外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数据资源审核 就是说之前还有除了审核还有个质量 看到没有 就是说这质量什么意思 就是说 帮助我们的数据检查一下 哎 每一个字段 它有没有缺失值 空值 空白 制服型空值等等 哎 有没有空值 然后他呃 这个有效值占总体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呢 有没有移群值和积值 看到没有 哎 好像在这里我们看到这 哎 怎么这么多缺失值 这缺失值比例有点大啊 大家看到 这缺失值比例有点大 然后呢 再看一下 这好像这里 我们看到 哎 还是有不少人移群值的 那呃 先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在这份数据里面啊 呃 事实上是没有缺失值的 但是为什么这里会出现缺失值呢 前面也给大家说过 就是说 我们这里是求对这个 上月免费这么一个时长 月注这个东西 求了一个什么 求了一个对数 当他这个数字是零的时候 求对数的话 他是求不出来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空值 那另外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有个移群值和积值 移群值和积值的定义是什么 哎 我们是可以设定的 怎么设定 我们可以到数据审核节点 这里来 来到 试炼选线卡 看到没有 就是说 试炼选线卡里面 他可以帮助我们计算 就是说 确实值 有多少 确实值 确实的比例是多少 那他也会检测 移群值和积值 那在model里面 他提供了两种方法 一个是利用平均值和标准差 就是说 平均值加上三倍标准差 作为他移群值的一个预值范围 然后呢 大于这个范围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移群值 那同样的 假如平均值加上五倍的标准差 那大于这个范围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积值 哎 这是我们默认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 是利用四分之 四分微距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举个例子 就是说 大家可以回看 小白学 数据挖掘 以及学习这本书的第一章节 事实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利用四分微距来算 尼群值和他积值的一个公司 就是说 他的四分位 他的那个四分之三分位数 加上1.5倍的IQR 以及四分之一的分位数 减去1.5倍IQR 就可以算出这个尼群值 那具体的话 可以大家具体看 这也就不嫌弃介绍 这公司还是比较简单 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 总结一下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数据整合节点 算出我们刚刚所说的 描述性统计量 以及在这个资念选项卡里面 找到空值 空白值 以及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的一群值和极值 那另外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没有设置类型节点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定制的 那什么 这里 自断 自断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统计哪些自断 它的那个 标准差 中位数 等等 那另外的话 这里有个交点自断 交点自断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 设定的那个目标 就是说 我们要 不要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说 馈制那些图形 做这些比较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交点自断 那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刚刚说了这么多内容 画图啊 这个 集中性趋势啊 理想性趋势啊 这个判定它 那个趋势型的指标 这么多指标 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节点 数据审核件 就能完成了 那所以呢 呃 个人的一个小建议是说 当我们拿到一份数据的时候 大家在做实际线目的时候啊 呃 建议大家 呃 在建模之前 在做数据挖掘 建这个数据挖掘 机学习模型之前啊 先 用数据审核节点 看一下 这个数据长得什么样子 它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 有没有缺失值 有没有异群值 然后 对这些缺失值 异群进行一个处理 对这个分布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见识 就是说 再进行后面的建模 肯定会更省工夫 更省时间 那OK 那本节课 咱们就先到这 给大家介绍了 数据审核节点 好的 那关于 本节课 有任何问题 以及建议 欢迎大家关注 浩宾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进行留言 或者进一步的探讨 那另外呢 新书的购买 大家可以上京东搜索 小白学 数据挖掘 与机器学习 SPSS 摸懂了暗语篇 OK 谢谢大家